《慈禧太后》 殉政的名义统治了中国47年 慈禧太后自认为是宫廷第一美女 她一直追求着精致的生活 世事力求最精致奢华 方便舒适 奢侈太后的名号由此而来 现在小编为大家介绍 讲 慈禧太后三件精细私密物品 渐渐奢华无比 其中一件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馆里面 修于其尺 一起来看看吧 一 经让古前文指甲套慈禧太后 从面容到服饰 无不精致 保持着自己容光焕发的状态 由此可见老婆也对美丽追求 然而慈禧的每一张照片里 也都存在着指套 指套可以保护好长长的指甲 整体看起来又细又长 套管表面以及其他部位都刻着花纹 美观又时尚 深得慈禧太后的喜爱 二 早餐第二件就是 慈禧太后洗澡用的早餐 精细的令人惊叹 而且这样的早餐应该有两个 最少还有四个宫女为的伺候 慈禧洗洗澡开分了上半身以及下半身 再让宫女直接为她擦起 过程中那叫一个精细 最主要的是慈禧每次都要使用不少于一百条做工精细的浴巾 三 工房小编在前文介绍过工房 宫族来说就是做便器 此进城是没有厕所的 因此便有了官房的存在 慈禧太后讲究干净 她有自己的专属官房 而且还是袁世凯送给她的 看起来非常的高大 美观实用 平常不使用的时候 她里面会洒着干燥的松香木戏木 现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馆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援护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